羞愁大火伴随农烟直窜天际 还有爆炸声响景象惊人 法国巴黎郊区一处地毯仓出传出大火 因为厂房储存了大量的纺织易燃物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巴黎市中心的监视器记录下 艾菲尔铁塔旁冒出农烟 市长一度在社群发文提醒 附近住户要紧闭门窗 而巴黎18区一度因为农烟影响 整个街道变暗 消防单位出动了200名消防员 70辆消防车花了6个多小时 才将大火完全扑灭 烧毁面积高达5000平方公尺 幸好35名员工及时逃出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而美国一艘大型邮轮 在巴黎群岛进行7天的豪华旅行 返航时遭遇暴风雨 滔天巨浪拍打船只 造成剧烈摇晃海水灌进船舱 地面上全是积水 门板沙发和桌子等设备东倒西歪 游客吓得魂飞魄散 许多人不堪摇晃严重晕船 吐到不行 整个空间都是呕吐味 他们抱怨船上的服务人员 不闻不问 他们只能自求多福 幸好最后全员平安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